谢谢我们的赵伟 赵伟我请我们的经济部长 好 部长 这个委员你好 部长 我们经济部跟台电最近公布 今年重新评估备用容量率的起线图 备用电的容量率的这样一个起线图 国内用电限量现在需求增加供给减少 那今年的备用容量率仅剩到11% 那今年夏天的话恐要及早来做限电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 11 我们现在的依照过去的经验 如果备用容量率低过10的话 它那个限电的可能性会提高 那以往的话像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这个节骨眼的话 限容量率我们现在评估出来的是11% 那当然要接近死的话 当然也很接近 那以往的状况跟今年有没有一样 以往的状况 每一年的那个使用的容量率的起线 到今年现在是3月 在11%的有多少是同样的一个状况 包围我可不可以容许那个可不可以请那个朱总经理啊 因为他们每天在 可以啊 好不好 那就朱总经理请 这个不是说这个有多少情况一样 而是说每年的做这个负载预测以后 再评估我们的电源开发计划 你这样讲我可以接受 因为负载预测的话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定期的因素 会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 你这样讲我可以接受 但是那那部长刚才讲 我们每一年的那个超过10% 才有限量的这样一个考量 那如果说那超过这样的话 那你差不多你预估 依你们的经验预估今年 在哪一个哪一个月份的话 会有这样限定的这样一个需求 不是我们这个所谓是备用容量率 是政府给我们说标准是15% 那个是依据我们 那现在已经低于11了啊 对低于11啊 这个低于15%以下 就是会有限电的这个几率 只是几率大小不同而已 所以呢越低的话 限电的机会就越多了 那今年限电的话 你几率高还是低 低高还是 依你的那个经验 你在台电的这样一个经验 低还是会高 我们运转起来就要非常谨慎了 一些的机组 我们都要非常的这个见证恐惧 因为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整个那个 介领的那个电厂 我们也没办法再来改善 除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必须要除异的要除异 那我们增见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改善 那你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怎么去应应 那夏天的到来呢 我想这个当然 我们是希望这个节能方面 能够有些加强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新的机组 我们要求我们的工地 能不能加强加紧赶工 提前完工 或至少要在顺势 那你现在目前有几个 那个基地在那个赶工呢 在林口这个有 有这个火力电厂 大林也在 也在这个进行中 还有这个通宵 三个电厂的更津计划 那可以来应应吗 速度呢 我们是希望在105年的时候 这个大林跟林口 能够准时的能够上线 好 那部长 那我来请示你一下 那今年的话 今年你看也切电也切水 那你看这样一个产业的 影响这么大 那你要怎么来应用 这样的一个脚步啊 对事实上 那个报告委员 缺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切水严重的问题 水可以用移动的方式 电不能用移动的方式 同样都是严峻啊 你也不要那么乐观啊 是 是 所以我们才觉得 这个电力的供应 我谢谢您提这个问题 电力的供应啊 一定要让它维持一个 稳定的状态 假如我们现在 说它可以运转的 这个期限之内啊 都因为什么方法 让它没有办法运转的话 就对于电的供应啊 它会是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今天啊 这些 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 都没有办法去做 那就明年的五月啊 它那个一号机组 没有办法做 就没有办法运作 明年的夏天啊 它就会有困难了 部长 那我们院长的这个 施政报告也说 要我们来节电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不管是在 结业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来做宣导 那院长的那个 我们院长在二月的 他的施政报告说要节电 那你节电是用民众来节电 还是产业来节电呢 都得一起啦 工业的部门 服务业的部门 这些大的这些商家 还有民生 那你要怎么去做起呢 你大的部分的话 你像一般产业的话 它这个部分你要不要有 业者也要 你也要有一个那个 跟他们一个友善的 这样一个沟通啊 像LED灯 它就可以来省电 也可以省很多的啊 对 大的面积 你要先来约束一下啊 对 没有错 我们都那个 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 那个服务团 去帮助大的产业 因为你们现在目前的 那个整个 那个上对下 你们使用证验 执行的那个 对窗口 限电 就是节电 就是对我们的台电 那台电的部分的话 那民众 你们做得多好 你们今年每个月都市 捡了 回馈到那个 民众的那个 荷包里面 你们捡了多少钱 民众都没有感觉啊 你们做这么多的好处 民众都没感觉 你说的完全正确 我们将来的节电措施啊 一定要把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来参与 不是台电那一头 台电你们本身的话 你们在基层的话 你们都有那个 各个都有一个那个 我们的那个 业务单位 在相关的地方啊 你们要结合这个资源 几族 很容易就可以达成的吧 对 就是地方政府 也一定要参与 将来这个节电的方案 如果出来的话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 非常远近的一个 那个口号 节电真的是我们 大家真的要 高功能的重视 对 对 这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节电是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特别对于我们台湾 这种98%的能源啊 都必须依赖进口 而且我们现在都有 像LED灯那个可以省电的 这个都已经是很大的一个 那个节电的功能啊 这个部分你也没办法去做宣传 业者你也没办法 这些那个高科技的产业 你也没办法去说 友善的欠导 那一般的民众的话 那家庭生活 你一直叫家庭生活来说 你们是不是用那个LED灯 会比较省电啊 可是家庭生活 他们这个LED灯 这个费用这么高 一直降不下来 他们有可能随时去做转变吗 他要等到坏掉的时候 才会来去做转变 他不晓得说 他现在犯的时候 他可以省掉 就可以省 他可以省到 省到多少钱 这个观念 你要让民众来了解 才对啊 对 我们完全同意 这个节电部分的宣导 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是我们整个台湾的 所有的产业 我们的民众 大家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台电的朱总请回吧 那部长 我再请示你 我们在 你要开放美牛 骨髓血管 头骨肉 麦夹肉 我们食道鸡 以及牛脂六项 这样的一个杂碎 总经理回座 那经济部在2月17号 已经在民意的信箱 收集这些资料 那期限是到3月19日 那如果说3月19日到写的话 那反对的民众更多的话 那你们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 决定 是 报委 那个我们一定会参考 比如说各界的 各界的意见 我们会去参考 大家在考虑什么 大家在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那在我们的规定里面 如何去调整 大家担心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健康的问题 那个部长 大家担心 你所担心的就是一个健康的问题而已 对 这六项真的是 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健康的问题 是 因为这六项东西 它并不是危险物质 然后呢 我相信 虽然不是危险物质 那国贸局就有讲说 如果说民众反对的话 那您就不开放 进口这些牛杂 国贸局是不是里面相关的单位呢 是 他有这样的回应 如果这六项是民众反对的话 那您就不开放 这些牛杂来进口 我想国贸局应该 他比较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说 我们会参考大家的意见 然后呢 把我们的整个体制 然后修改到 让大家都没有什么疑慮 我希望这个不是一个幌子 那真正的是 我们在照顾国人健康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我们要加入TPP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 而且来对国人健康有损的话 那部长 您觉得这样的那个产值值得吗 照顾民众的健康 因为这个产值也不很高啊 13亿美元是有多大吗 整个我们全国进口的那个油量 牛杂的这个量 牛筋牛杂的量 进口这么多的数字 1400万美元 只有13万是美元 从美国进口的 我们这么少的产值 值得吗 那个 包委员 这个我们就是照顾 我刚刚跟您报告过 照顾民众的健康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任务 那在这个原则 如果能够满足的话 我们尽量要依据国际规范 不长 你这样讲我都可以接受了 如果说这六项的那个牛杂的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有安全证明都可以许可的话 那您再来做决定 我们再来讨论 如果说民众在这个反对这六项的这个 在我们民意调查 7月19号之前 民众反对的是多数的话 那我也希望说 您尊重国贸集的这样一个决定 好不好 是 是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萧美琴 萧美琴 萧美琴委员不在